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选手西窗自治的比赛 韩飞龙因为败在太极大师王战军的门下 也被全民们誉为太极实战第一了 上海前韩飞龙的战绩为20战16胜 而这个西装自治来头也不简单 西装自治成获得日本王者和WBC泰拳日本冠军等等 下海前西装自治的战绩为52战33胜 可以说实力也是不能巧思的 比赛开始后 韩飞龙先是发起猛攻以震动外加街头再将西装自治爆摔倒地 接下来被暴踢的西装自治竟开始招拳一直过来打我来挑衅韩飞龙 这直接激起了韩飞龙心中的斗志和怒火 接下来愤怒的韩飞龙马上抓住机会 一记低嫂将西装自治踢倒 而后韩飞龙以连续扫踢爆提西装自治 紧接着西装自治被韩飞龙以低嫂再次踢倒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了激烈而又凶猛对拼 而后西装自治以凶猛的扫踢还以颜色 接下来韩飞龙开始用出了自己的绝血 以蛇身踢踢踢中了西装自治的头部 而后韩飞龙以转身后端继续跑提对手 接下来西装自治再次敞遭韩飞龙以蛇身踢爆提 第二回合开始后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拼 而后韩飞龙以高少外加低嫂险些将西装自治踢倒 不过韩飞龙马上抓住机会以低嫂将西装自治再次踢倒 接下来韩飞龙蹭身追击 以连续重拳外加凶猛的高少重击对手 而后韩飞龙以震灯直接踢中了西装自治的面部 紧接着在面对韩飞龙的猛攻之下 这也让被打场的西装自治无奈只能用出摟爆动作 接下来韩飞龙以震灯外加连续重拳重击了西装自治的面部 这也让被打闷的西装自治无奈只能再次去摟爆韩飞龙 双方大战的三个回合 最终韩飞龙以绝对优势赢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 在凤龙的韩飞龙竟然将对手四次击老并打闷了 只能说我国的韩飞龙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参宁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